位置在大圍站G出口 原來這裏是一條行人天橋 我打算由這裏走過去車公廟站 跟剛才一樣 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 大圍站和車公廟站中間是怎樣連接的 都好像兩塊拼圖那樣 中間有missing piece 今天先把這部份拼好 下面有個街市 躺到的 那可能剛才有些朋友miss了一條影片 上一條片是由顯徑走到大圍站 今天是2023年5月29日,星期一,氣溫32度 現在1點15分,烈日當空 聽說明天打風了,不知道打不打得正呢? 大圍站D出口 村南道 對面是富家花園 大圍這個位置比較有趣的地方 這邊全都是新樓 而另一邊是一堆舊樓 好熱啊,走回去樹蔭的位置 通常樹蔭之下都會有個阿蟬 什麼樹蔭有一個阿蟬 跌下來身邊 中原地產 洪福堂 大圍站A出口 好,這裏也是整個大圍我覺得最旺的地方 那邊是大圍村 這邊是富家花園那邊 大圍村是要再入少少的 不過那個方向呢 這裏有很多食物 夜晚的時候其實都很漂亮的 我覺得 之前有位朋友就要求我來這裏拍一個夜景 那都 上一線好像都一整年了 這裏沒有樹蔭 好辛苦啊 是不是應該過對面馬路走呢 有高峻 有大圍片 可惜 有高峻 喔 可惜 Google Map 叫我在附近转右手边 那边的工业区,大围的工业区,之前都拍过一次 最特别就是楼上,应该是他们的总部 有个cafe,有些免费的sitting area Google Map 叫我这里过去 我未来过这里 在这里 先拍摄一下,看一看很热 Google就叫我继续走 就不用过去那条桥 香港文化博物馆 我未去过,其实我都很想去看看 又有另一条桥 有一条河 人家说是稀山莫稀水 这里有栏杆围住,尽量不要进去 旁边有个地盘 旁边有个地盘 围扎板 对面有车工厄 有车工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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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拍照 第一次来这里 这条是什么河? 是什么城门河呢? 看一看 对,城门河 对面有车工厄 其实我还未进过去 这么有趣 有个这样的东西 应该是有些资料 应该是 是的,车工厄是香港的四大庙宇之一 由明朝开始 就在对面 不过 不过 如果要进入里面 拍摄 要申请 好了 继续走 离远 应该是巡石 很辛苦 走回桥底 很浪费 32度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对面 橙橙黄黄啡啡色 那个 那个是香港文化博物馆 有得看那些什么金融展 近日还有个 张国荣展览 来远 看见 有公屋的 那里应该是巡石 就是我今天要 主要要去的一个 其中一个地方 这边也有 巴士107 可以去到华富邨 如果我待会够时间的话 我打算搭这个107 可以去到南区那边 顺便充电 因为一路走一路拍摄的话 在烈日当空实在太热了 有机会是会 过热 然后会停机的 一路走一路走走一路 要走一路去 可能有幾棟樓是黏著的 再上一點,還是另一個公屋 稍後也會去 近河這邊有個私人的…即是有一棟私樓 新田圍村 剛才忘記了名字 巡石村,新田圍村,只有這個方向 由目測不像兩棟樓 可能我在Google 看得不清楚 巡石村 差不多走到車公廟站了 十二、三分鐘左右就走到了 看來顯徑和大圍是遠於大圍和車公廟 車公廟站 好了,走完了 我們下段片再見 下段片我會走到巡石村裡繞圈 好了,拜拜